大家好,今天我们用桃子来做好吃的 首先准备两个红彤彤的大桃子 加一勺盐,然后倒入清水 用盐能彻底清洗干净桃子外面的毛毛和杂质 然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一下就很干净了 洗净之后,去皮 桃子皮不要扔掉,把它倒入锅里 然后加入600毫升清水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3分钟 然后把桃子皮捞出来不要 这个时候可以关火,也可以保持最小火 然后加一勺白醋,就会变成粉色了 拌匀后,加一勺白糖 再加40克白凉粉 然后搅拌均匀 再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烤盘 把它倒入烤盘里 桃子水铺满盘底就可以 然后放凉 再把剩下的桃子水倒入干净的容器里 常温放凉就可以 还剩一点,倒入杯中 已经放凉了 再用小刀划成一厘米左右的框条 再把一条一条的取出来,装入盘中 再倒上雪碧,真的是太好吃了 再把桃子切碎,放入杯中 或者再倒入雪碧或牛奶 然后用勺子搅拌底下 一杯好喝的甜品就做好了 放凉之后,已经变成固体了 再把它倒出来 然后切成小块,桃子味的果冻就做好了 它和外面买的果冻没什么区别 非常的Q弹好吃 满屋都是浓浓的桃子味 真的是太香了 我要开吃了 口感很好 最好吃的是这碗凉皮 可惜,做的太少了 果冻吃不完可以放冰箱里冷藏倒存 口感会更好 如果你喜欢,也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下次再见咯